但是现在美国的前景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美国出现的问题 不是拜登上台一定解决得到的 被拜登上台等于前功尽费 真死中国、生气死中国 透过一些对中国制裁的行动 希望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是很努力的 所以有很多节目我们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的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的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是施老板和葳葳出现 施老板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好的 今集想谈谈美国 究竟特朗普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之前有人说你煽动暴乱 接着又说他的Facebook和Twitter都被人封 被人杯葛 究竟他的下场是怎样的 以及美国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 我觉得也无可避免的了 就是之前呢 他是说到别人 是盗窃了 选举的成果嘛 美国说他的国家是 Government of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你把选举的成果 偷走了 用舞弊的方式 用造假的方式 是 偷走了人民的国家 他当然和你死过了 他就要时代革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特朗普 就是他以这个这样的说法去指控他的政敌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当然要不让人宣布他竞选失败 他一直说自己是他选出来才对的嘛 所以当人要剥夺他那个 应该他取得的成果的时候 那些人就和你死过了 那些人其实他是 当是为民请命啊 是 为了美国的将来 为了美国的命运 非这样做不可的嘛 所以如果你从某个角度来说 美国的人 好像香港人说 在社运期间 从来都没见过美国人 这么关心政治 这么远的 为社会 为国家 作这么大的牺牲 他是当 奉献给国家的 所以 问题是哪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当然 如果倒转头 在 拜登或者自由派的角度来看 他们就是 暴动 他们一样说他是想搞政变 所以 一定要制止 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 Twitter 那些 去散播他 那些 恶毒攻击政府的言论 所以 要全面制止他 所以你说 当然他这些做法 算不算 妨碍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都有一些美国人 觉得 你这样 不让我们说话 所以 美国某种程度来说 那个 社会的矛盾 已经是 激化得很厉害 如果 社会上 政治大方向 一样是一致 只不过是 做法上有一些差异 那我做四年 就让你做四年 没所谓 但是现在美国 那个前景 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美国出现的问题 不是 拜登上台 一定解决得到的 在 右派 或者特朗普 那些 民粹主义的角度来说 让拜登上台 等于将他前四年的努力 前功尽费 他认为拜登上台 走回 奥巴马年代 那些政策 是救不了美国的 所以美国人 为了自己的 国家的命运 就必须出来 和他死过 这个是 特朗普那边的意见 而拜登那边就觉得 特朗普这样做 就将美国 大家认为对方那一套 是害死美国的 这样就变成 进入敌对矛盾的境地 实际上主要是美国问题太多解决不了 比如美国 贫富懸殊 分配不公 现在加上全球化下 美国得益少 经济发展慢 另外 美国也有种族问题 黑人问题 又加上 债务问题 国力衰退问题 这些问题 谁想来做总统都解决不了 越是难解决 就越是想用自己那套方法去解决 不让别人那套方法得逞 因为那两套方法可能难言不切 让你做了我的物败 所以这个是造成 美国那个 斗争 越来越激烈 矛盾越来越无法 舒缓的原因 嗯 但我看到其实很多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是 嗯 都 都 都比较 就是 批诃 就是说这次的暴力 是不应该 是不耻辱 是美国的耻辱 不止美国的主流媒体 现在是 整个自由世界 或者西方世界 其实 大多数 的责政者 主流媒体 都不认同 特朗普的做法 但是 你也要看西方 其实一样 很多问题 未解决 所以西方 都是民粹主义 抬头 那个 右派力量 是在暴起 这次 是 特朗普的努力 看来都是失败的了 可能 对 那个右派回朝 就是 起着一定的 压抑作用 我相信特朗普 这次 都一身散 这次 但是 是否等于 右派回朝 完全会停顿呢 我看有未别的 因为实际上 我刚才说的一连串的内部矛盾 是解决不了的 如果拜登上台 解决了这些问题 以后就没事了 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就会再一 实际上 在人民的面前 人民就会产生 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的方式 又会产生分歧争拗 这种情况是 一个政治体系开始老化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出现这些问题 其实很容易 你找一个敌人 大家供应的敌人 譬如中国 来攻击的话 中国对我们多差 拿了多少 我们的工作 看看这个COVID-19 都是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因为中国大陆 一起群起攻击大陆 令市民的视线主义 是中国 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方法 当然 可以将矛头指向 一个外地 以舒缓内部的矛盾 但是 内部的问题不是全部 可以透过 外边的问题解决 对呀 你真死中国 生死中国 或者 透过一些对中国制裁的行动 希望 可以 舒缓内部问题 问题做了这些事 是否解决到呢 譬如 贸易战打击了中国 那么多 又收关税 又 美国贸易 一样赤字 中国贸易反而增加了 你没有效 比如 你想阻止中国的外循环 贸易 就是一个外循环 不太成功 投资 也是一个重要的外循环 也不太成功 虽然美国已经限制 很多中国公司 不让美国人买 但是做完这些措施 就令到美国的投资机会减少 美国作为 金融终身 那个地位 亦都是受到 负面的影响 如果你说做完一轮 是真的解决问题 或者做完一轮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会在内部你指责我 我指责你了 OK 我想知道特朗普 现在可能会面临被起诉 就是 煽动暴动罪 这个 我看到这些报道 就是因为可能那些人 去华盛顿 有些是拿到钱 如果那个钱 trace back to 跟特朗普有关的话 那他真的会不会有事呢 我相信 暂时这一刻 虽然会有这些指控 但是 由于特朗普的支持者 都不是小数的 他都 接近一半人支持他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民主党都想 选举原有到密亚期 希望矛盾舒缓 让他可以安心 去做事 不是跟特朗普 或者他的支持者 没完没了地搞内斗 那 现在这个时候 将美国矛盾激化 未必是好时候 所以我认为 就是 谈一下他 或者要解除他职务 机会 不大 你去到19号才开始 谈一下谈一下 他一日 有什么用 所以 未必做的 一种姿势 多过 真的会做 明白 今天很谢谢 施老板 多谢你